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北京意见艺术家艾未未所属的北京发客公司 就北京税务局指控其逃税一案进行上诉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周四宣布维持一审判决 请看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新宇的采访报道 案件周四上午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结果维持一审决定 法院同时并收取了发客公司受理费50元 艺术家艾未未首次批准进入法庭 但她是以旁听身份进取的 此前的开庭中她都被当局人员限制进入 对于周四的宣判结果 艾未未向本台表示 从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税案 到今天我们经过了也是无数个回合了 那么每一次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申诉 都是希望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税务机关还是法院 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这个税案所包含或者是潜藏的这个重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超过了是发客公司的一个税案的问题 而变成了一个中国司法是否能够走向一个公开公正的 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努力到目前为止都是可以说是失败了 今年7月北京二中院对一审进行宣判 法院方面驳回了发客公司所有请求 并要求该公司缴纳高达1500万的税款 发客公司认为一审中仍然存在诸多疑点 包括在合议停时 法院方面限制代理律师发表意见 并剥夺原告方提出制证 也回绝了证人出庭和拒绝调取关键性证据 发客公司认为这严重侵害了原告方的诉讼权 本周二发客公司收到来自北京二中院通知 称宣判将于本周四开庭 对此发客公司代理律师们提出异议 他们于周三致信给北京二中院 认为二中院为开庭审理就宣判是违法行为 仅口头通知当事人参加宣判 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中院应该依法公开再次开庭审理此案 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 周四举行董事长交接仪式 新任董事长林中森说 未来除了经贸 也将在文教体育和产业技术上 与对岸展开交流 请看本台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海基会周四上午举行董监事会 通过现任董事长江炳坤辞职 林中森接任董事长 林中森随即发表了尖端讲话 他言必称马英九总统 并且强调 两岸交流的基本原则是清晰的 也就是各自争议 共闯双赢 依循先级后缓 先议后难 先经后证的原则 展开两岸关系 总目标就是马英九总统 揭示的不同不独不无 林中森也提到 未来海基会和大陆交流 将不限经贸领域 在董事会开会前 海基会也为江炳坤 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会 会上播放了江炳坤任职 四年四个月间 所参与的两岸协商 交流 参访的影像 江炳坤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 自己在政府工作55年 今天交卸海基会职务 画下圆满的句点 江炳坤说 自己任内到中国大陆76次 访问248个城市 每一站都不忘要求各地领导 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更要重视台商权益 但相对的江炳坤也给了台商一段忠雇 大陆是人质的社会 但是它是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地方 所以到处是机会 到处是陷阱 到处是好人 接下去我不能随便说 我说你有遇人不属的机会 近一个月来的中港台保调行动 无论是从规模上 还是国际社会关注程度上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台最新一期的专题访谈节目 对此做了简要回顾 连日来 由于官方的默许 中国各地的保调反日示威行动 持续升级 逐渐失控 在部分地区 已演变成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 不法分子借机毁坏 日本商店及日系车辆 日本驻华大使馆 日资企业 以及在华的日记人士 也受到攻击 与此同时 互联网上反日情绪高涨 大批网民提议用武力解决纷争 不过在一片反日的浪潮中 也有理性的声音 有人提出反对暴力 拒绝破坏 化愤怒为力量等可好 还有人提出 要正改 要自强 并化爱国为智慧 要文明 要理性等标语 呼吁大众 理性爱国 批评暴力行为 认为此举破坏国际关系 损害国民形象 也有分析认为 中国大陆反日游行的动因 蕴含不理性的民族主义 和民众对社会不满的宣泄 也有分析说 中国官方在社会不稳的状况下 试图转移民众视线 结果因火烧身 而在日本 抗议活动也在进行 自由亚洲电台 驻日本记者南州 介绍了有关情况 比较极端的人 近几天就显示出来了 中华学校大门口被烧 中国餐馆目前报道 有四家玻璃被打掉了 前天我去中国大使馆的 前面去看右翼的抗议活动 大使馆前面 警察是不允许右翼的去过去 大概在500米之内不能接近 所以右翼基本上是在跟日本的警察 在发生争执 但是没有像中国那么厉害 因为日本是法制国家 自1968年 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现大量的石油储备以来 中日两国对该岛主权争议问题 便开始升温 目前两国态度强硬 互不相让 而台湾马英九政府 则希望相关各方 搁置主权争议 共同从资源开发与分享着手 因此要想在短时间内 解决钓鱼岛问题似乎困难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我是石山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